夕陽將落 天邊雀出現異象 雲彩透著黃光 居然排列出飛龍升天形象 伸展身體 橫跨天際 雄龍看來就是雄龍 雄的後面還會更奇蹟 像龍 有這麼漂亮 這麼漂亮 像一隻零 像龍 我看過更漂亮的 有個吉祥許飾感 明顯的龍頭隱約 還可以看見兩根龍轎 看起來就像金龍獻宗 身軀透出暖黃光芒 四射空中自帶SPA LIGHT 這隻零的形態 像我們所想的這個形態 是不是差不多陰謀陰 所以說這隻真冷 是一個現場 五號傍晚 是逢台南麻豆香繞 近神龍 恰巧獻宗 是王爺顯神威嗎 民眾目擊驚呆 發光了龍龍 遠看是龍 近看是鳳凰 超神的 真的龍鳳城鄉 祥龍獻銳 好美的金龍 麻豆快出皇帝了嗎 快許願 天佑台灣 風調雨順 國泰民安 說大夕陽落在雲龍下方 像是龍土豬 那這個代表很多的災難 都能迎刃而解 大事化想 小事化 天水氣看起來 是有比較多一點 沒錯 顏色其實光在折射之後 都有可能呈現七彩或是特種 比較不一樣的顏色 因為光折射 台南麻豆七谷一帶 雲彩晚霞 照應出一尾活靈活現的神龍 也讓遶境活動抹上一筆 神秘色彩 記者賴慣章 台南報導 我是徐國豪 在中視新聞首次坐上主播台 體會到播報新聞 所需要的穩健台風 以及掌握突發 即時新聞的隨機應變 為觀眾播報最即時的新聞 就是展現專業的時刻 更多新聞請鎖定 中視新聞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